好友 国立东华大学艺术创意产业学系12位的研究生 在指导教授的带领之下 利用复合美财以及影视精工 结合影像创作 之前在导人艺术空间 带来了梦精工创作展 精工世界的虚幻梦想跟真实存在 透过三大主题将当代的饰品演绎各种美的呈现 即日即展出到2月20号 也欢迎民众把握机会前往参观 由国立东华大学艺术创意产业学系12位研究生 以美的形式 无免之冠 与精工视频创作三大主题 利用复合美财及影视精工 结合影像创作 在指导教授林淑雅带领下 18日在导人艺术空间举行梦精工创作展 精工世界的虚幻梦想与真实存在 将相学期课程所学 下学期开学之际展现学习成果 美的形式应用的话 就老师是带着我们用意大利面的 一些它已经既有的形式 来做一些不同的创作发想 因为在美的形式中有不同的 像是对比像是变异 然后我们用固有的形式 在如何去解构跟组合 然后去创作出各种属于自己风格的作品 然后这个其实我们在课程中 老师也一直都会跟我们说要大胆的做梦 然后如何去做梦 然后做了梦那你要如何去实现 实现了以后我们怎么去实现 我们要怎么去把它呈现跟把它做出成形 然后我们之后也有再去探讨我们是 我们是谁这件事情 因为在探讨过程中是可以在自我的发觉中 然后去创造出自我的风格 所以我们就有了一个无冕之冠的一个主题 我们要我们在这个创造的过程中 遇见了谁 想成为谁 还有你是谁这个部分 去做了一个深入的探讨 然后还有一个自我的解析 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个小影片 然后为自己戴上了一个五环罐 就这主题就也是我们大家也是玩得很疯 然后最后我们的精工创作呢 就在将这一些我们学到的东西 再做一个整合跟创作的部分 对然后就像我的作品的话 我是因为我是一直都是在用原著名元素 去做创作的精工创作的 所以我就很喜欢在这过程中 就是会去发想说 如何去怎么去将我们已有的既有的元素 神话故事这一些如何去创造出 如何去呈现出 然后经过这课程 还有我们这些老师的指引 然后老师让我们去做梦这件事情 让我比较有大胆的方式去做发想 然后进而实现自己的精工创作 12位参展研究生有过半从未接触过精工 不论是金属羽毛 原名摆不舍图腾或动静植物流畅交错的线条变化 试着在王冠加冕过程中 重新定位我是谁 以各种形式去演绎美的表现 转换成为当代的饰品 都是12位艺术创作者将梦的发想 结合精工工艺之美 投射于作品中的艺术创作 即日期只展出至2月22日 有兴趣的民众不要错过 记得掌帮越好连续报导